明天文化 王智來世界 qo 謝謝今天大家的麗麟 然後跟大家報告一下 因為我是那個點藏雜誌社的 就是 可能有些 朋友可能是手面粉 我還記得2020年的時候老師 那時候來我們點藏這邊做演講 然後就開始有這個 這個書品這個推坑螺的專堂 然後今天很高興就是出書了這樣子 然後這一本書的話 上次在記中間也有一些朋友 就是有去聽演講 然後今天的演講會就是是不一樣的這樣子 然後也很謝謝老師在點藏這本書 然後現在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書法這麼美 然後我也要特別感謝一下從書庫的同仁 像那個長靖的這位小溪 對他是我們這次主要的行銷公關 然後還有坐在後面的雨潔 雨潔站起來跟大家說好一下 對然後像這個封面的這個金色 其實我們調了非常的多次 對因為其實這個就是書法這麼美嘛 所以希望給大家這個精美的感覺 對然後在這邊的話我們現場就是有择控 然後我們到時候會有老師的簽書 然後這個是等於是在點查 還有基中安的這個限定簽名款 對然後還有就是說也跟大家報告一下就是 老師是我們那個點藏雜誌的這個長期台書啊 然後老師在這邊也都會寫他的文章 然後在後面的話這一本的話 裡面有老師還有寫鑽科 所以老師不僅是在書法上認識很深 在鑽科老師本身真的也會鑽科喔 是台灣音色的成員 對然後在繪畫上其實老師也很有涉獵 真的是我們現在遇到的學者老師裡面 而且老師總是很幽默親切的跟大家做這個 跟大家做討論 而且我真的覺得就是沒有那個價值 我自己感覺哇獲得學習很多 然後老師在上面呢也有在像我推薦彩虫印刷廠回來 這老師的新的關於鑽禹的書法 然後也廣告一下 在故宮10月4號這一件作品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那我們現在來 現在在展 好對那我們等一下把麥克風交給老師 然後請大家來歡迎一下老師今天的演講 謝謝各位喔 剛剛那一件事現在正在展 展到10月4號 10月4號會有換新的 不過新的大概你們都可以在典廠裡面去看到 我會介意介紹 盡量就是你們可以看得到的 因為看不到其實就看不到 就很難去理解說他到底好在哪 因為透過印刷品還是有點差距 對你看原件跟看印刷品還是有差喔 然後當然今天主話還是分享這本書 但是這本書的其實前年跟後期 談到了一些書法的問題 就是他本質的問題 就書法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遺書 那我自己的經過了幾十年的研究 如果從高中開始 大概40年的研究 30 40年 就是發現他其實是一個非常先進的遺書 就是你可以說他非常現代的遺書 待會兒你就知道為什麼拿回來現代 對 那書當然封命就是用這個美字 這個美字上次也有介紹過 就是文貞銘的遺書 但是文貞銘很遺憾的 沒有出現到我們這個書裡面 不過他可能會出現在 這個每篇 因為其實每個月都會有一篇介紹作品 文貞銘應該是還沒有介紹到 他就是明代的三個書法家 最重要的三個書法家 駐雨林 王寵 文貞銘 他算是比較沒有才氣的 我們都開玩笑說他跟我比較像 他比較像公務員 就是每天做事就是這樣中規中矩 對 不過他喜歡這樣子的味道就是 其實是比較生意的感覺 所以用在我們現代的設計上特別好 就是特別好用 因為那個氣質比較像 所以比較相近 那其他人的可能比較藝術性 所以用在設計上不好設計 其實我們現在走在路上 可以看到很多人 很多建立或是很多公司喜歡用書法枝 比如說你可以停下來 品味一下他怎麼用的 你就可以發現其實這些設計師 都不太能掌握書法枝 因為書法枝本身的那個強度比較強 那你要去掌握他有一點困難 通常他會擋架 最沒有個性的字就是 姓名體格比較開題 這兩個字最沒有個性的字 所以最容易大 最沒有問題 那其他的書法枝都很有個性 像文真餅這個 很有趣是選了這個字以後 以前大家對文真餅印象都不好 那說文真餅很呆扮怎麼樣 可是這個字選下去之後 問大家這是什麼字 有人猜王希之有人猜 就是沒有人猜文真餅 顯然你看我們的意識心態 會害死我們多少 就是 就是 就會欺騙我們的 就是 就是我們身體的器官 就會欺騙我們就是大 因為你有一個意識形態說 文真餅顯得很呆扮 所以你就蒙蔽了 他就是文真餅的字 反而你願意說他是文真餅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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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都是這個意思 在左右你的想法 事實上他是文真餅的字 他字也沒這麼呆扮 還是有靈活的部分在裡面 那這個書的章節 當然這本書比較重要是前面十二章 他幾乎就是一個 看書法的一個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正經度十二章 這些你都要用到 你都用到 你都用到還不見得看得動 那你都沒用到是一定看不懂 就這麼簡單 所以 完全不用考慮 如果還可以說 他沒有看到那個頓挫字體啊 代表他根本看不懂 其實 這裡面的每一個部分都非常重要 那這些是怎麼來的 不是我憑空想像的 不是說我突然有一天 做夢就弄到這邊弄 不是 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很好的博物館 叫國立國王博物院 全世界最好的博物館 全世界最好的點長 那如果問我那個數量多少 就簡單跟你講 全世界的中國書畫的收藏 台北故宮占一半 就一半 就等於全世界的金華的一半 那他也不夠 那之前也有人說 台北故宮有很多假的 假很多假的那一個人 你看他在介紹中國書畫室 都還是用他的國王作品 所以假的他還是得用 不是假的 就是說懷疑的啦 那當然真的也很多啦 不是都只有假的 所以這些原則呢 基本上就是從台北故宮的作品裡面 因為你知道我們這幾年 國家花了很多錢做什麼 然後做數位點長計畫 那這個數位點長計畫 就是把這些作品都數位化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很悠閒的 端一杯咖啡 坐在電腦前面 仔細的檢查這些作品 把這些作品的規則慢慢的檢查出來 所以這個其實都是經過統計出來的 比較重要的項目 依序越來越重要 就是從中鋒 就是一開始是用鋒面 就是那個毛筆的筆封 運筆的筆封是最重要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一些運筆的動作 是這樣歸納出來 那怎麼歸納就是說 我們知道書法史上有很多 第一流的書法家 什麼叫第一流的 王熙思就第一流嘛 我說王熙思沒問題 他作品一定好 剛剛講的文針明也是第一流 就當朝都有幾個你聽得到的 比如說民國就是什麼余佑任 那這些是第一流 那再下來一集的就是第二流 然後再來第三流 再來就不入流 大概就分四流 所以有沒有可能 你今天發現一個書法家 他不入流 你說這個寫得非常好 他可能將來會等有什麼 就是說將來會留下來 答案是不太可能的 機率很低 在中國很有趣 中國在中華文化的這個系統裡面 生前如果沒有成名 死後要成名的機率趨近於零 不可能 不可能 你生前非常有名 有可能死後幾年 就沒有人知道你是誰 非常多喔 這種例子很多 但是生前沒有名 後來變得很有名的例子 竟然根本沒有 因為這個 他這個系統很特別 就是他其實是相當先進的一個系統 所以其實你們只要把這12章的原則 大概都熟悉了之後 你到了故宮 或是到了任何一個展場 展書法的地方 你基本上大概都能夠看 看得懂一些東西 那至於準不準 就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大家都可以看 比如說你可以看到有沒有中峰 可以看到有沒有側峰 你可以看到他的提案怎麼樣 因為我書中舉的例子 就是比較完美的例子 對 那當然你相對跟他不一樣 就是不完美的 但是這個還是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練習 那後面就是單件了 就是實際演練給你看 不過這些都是名作 都是比較好的作品 所以反正你怎麼看他都是好的 但是名作裡面也有一些比較麻煩 像蘇東坡的韓詩帖 就是最麻煩的一件 我記得曾經聽過一個故事 就是我一個同學 他是吃到我們岩鎖的營救生 他說他生平最瞧不起就是韓詩帖 寫得那麼醜 怎麼會天下第三行徒 到底要幹什麼 他每次看到他就很討厭 就有一年然後說他放寒假回家 他就想要徹底的粉碎這個韓詩帖的聲明 就覺得他這寫得不好 結果他跟我說他第一個字就贏不下去 他贏第一個字 他就覺得這個字是在寫得太好了 韓詩帖的第一個字他就寫不下去了 那整篇寫完他根本不可能寫完 所以他從此他發現 哇 韓詩帖是在寫得太好了 就是他真的是為什麼他是北宋第一行書 天下第三行書 是有他的原因的 不是亂訂的 所以我剛剛講的我們的數位 就是那個數位點長的系統 就是幫助我們 比如說把天下第一第二第三這些作品 就是已經有公認的標準品這些作品 一鍵一鍵的去檢查他為什麼是第一第二第三 那為什麼我要檢查他 因為如果你去看過去的人來研究 其實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就是他形容的那個句子是沒辦法給他分數的 給他距離的為什麼他是天下第一 那是公推都用選舉的 事實上不是喔 他要符合天下第一第二第三 他必須要符合我們剛剛前面看的這些東西 他的中鋒他的側鋒他的起收轉折 提案頓挫點化解釋這些全部都要達到滿分 滿分喔不是達到就好了 這是最基本的喔 一定要達到滿分喔 就是基本上要做到完美喔 才有可能成為經典的作品 不然是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的 即使做到完美都不一定能成為經典 所以完美之外還要再多一點東西 才有辦法成為經典 那我們就來看看怎麼樣用這個作品的東西 就是這一件大家最討厭的 不是大家最討厭的 有人很喜歡 這件東西說起來也很特別 被大火燒過三次 所以你們底下可以看到有沒有 他還有火燒的東西喔 這些東西真的真的都有神物物質喔 不管你是信哪一個宗教 都有他的神嗎 有哪一個宗教沒有神 應該都有啦 就是至少有一個最高知道的東西 所以這個就是有神物物質喔 不然哪有可能說火燒燒不掉他 就是大火燒過經過戰火他就沒死了 他就沒死 他前面的營手被燒得更厲害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好到一個程度就會 自然就是會有 反正就是會有一些東西會保護他 那就有下來啦 那本來差一點便賣到美國 對那就是後來是台北富光存錢 這一件是台北富光購買的喔 我是捐的也不是從勤工來的喔 這一件是購書 抬購的購書的 1001號 1001就是他 所以是1001個神話 最神話就是這一件喔 他就被留下來了 他是天下第三型書 也就是我們摸得到碰得到的天下第二型書 那個藍庭根本就不存在了 他就是一個虛無飄滿的東西喔 所以你真的可以看得到 所以你們接觸到的那些藍庭都不用相信喔 都不用相信 就是不管真的假的都不用相信 因為他根本就都不是 跟真實的作品都有一點差距 他講說自我來黃州留我三岸 當然蘇東坡我建議你們要了解他 還是看一下他的他的傳記會比較好 就是你可以更貼切的了解這個人 或什麼智慧寫的這樣子 寫成這樣子等一下他的字很有趣 非常有趣 所以蘇法史裡面的王羲之是最重要的 接下來是彥真慶 我們上次有介紹的彥真慶 第三個重要的就是蘇東坡 如果沒有蘇東坡 中國蘇法史的走向會跟現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還好有了他才會這麼精彩 所以你們今天 包括我們今天可以看到那些亂七八糟的 極奇怪怪的東西 都跟他有關係 因為他提出了一個說法就是 類似我們現在講的只要我喜歡 有什麼不可以 他一千年前就提出來了 那不是現代人提的 是他提的 他最早 為什麼 因為他太慘了 他從一個政治明星 藝文界的明星突然被打到地上 我就說開玩笑說如果是正常的 可能都要至少一百次了 結果他沒有 他還可以寫那麼多 這麼重要的詩文 讓我們現在後世可以欣賞 所以我們現在的 我們現在的快樂其實是建築在蘇東坡 東坡上面 尤其是我們今天吃到東坡肉的時候 我們覺得 哇這個 好像覺得蘇東坡很厲害 我跟你講 那其實非常慘 因為北宋當時的豬肉不像我們今天的豬肉 如果你們有出國吃過鼎泰豐你就知道 不是全世界的鼎泰豐都像台灣這麼好吃 因為豬肉的關係 所以 北宋的人不吃豬肉是因為豬肉有腥味 所以蘇東坡逼不得也才把它弄成東坡肉 才去滷他去加那些東西去把它去掉那個味道 而不是他精心去弄了一個東坡肉 不是 所以那是最慘的人才吃豬肉 當時人其實不太吃豬肉 生蠔也是喔 他被掉到海南島去的時候 他發現海南島居然有一種東西叫生蠔 欸我們現在可能還搶著去吃生蠔 一定要吃幾顆這樣子 他那個時候是最慘的 是沒得吃欸 在海南島 但是他吃了之後 他就跟他兒子講說 寫一封信跟他兒子講說 海南島有一種東西叫生蠔 非常甜美 你不要告訴其他人 他們會搶著來跟我吃這個生蠔 他就是自我解嘲 所以他的東西為什麼可以到達這個程度 就是因為他其實 他那個轉念的功夫做得非常好 如果能夠在人生上面轉念 其實書法上轉念也是 也是有他的道理 所以他提出來這個很重要 這個其實就是推動後來的書法史 一千年的最重要的幾句話 他說我書依照本無法 有人當然會把他推到極點 就是無法 事實上他不是無法 他說自出心意 了無心意這個心意 其實我們現在用的很多詞語 其實都北宋 跟北宋有關 就北宋的時候就做出來了 那他也 你看他也很謙虛 他說無書雖不勝家 其實他書法也寫到頂了啦 就是已經最好的 他說自出心意不見無人 是以快言 這是一種 我想他的人生有快的地方應該很少 有快意的地方應該非常的少 因為他做什麼都被阻止 他一輩子就是都被變官 就是在黃州、惠州跟那個善州 三個地方海南島 三個地方都變 他幾乎大半輩子 人生最精華的時間都被變到這三個地方 所以他不可能有所謂的快意人生 所以你看他寫字就是一快意 那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這麼多文人 私意之後都會轉到書法 比如說我們來台很多書法家 像台晉老先生、余宥任先生 余宥任是什麼樣子的人 他是革命的人 一個革命的人他就在那邊寫字就很特別 不會因為他認為寫字可以救國 這是真的他認為寫字可以救國 他認為實際的行動都救不了中國 只有從文字改革的人救國 為什麼 因為我們花太多時間在寫標開題了 一筆一畫這樣子寫 浪費太多時間了 所以就是說他覺得你看看 一個公務員假設寫一個字浪費三秒 一萬個就浪費三萬秒 一百萬個就浪費三百萬秒 三百萬秒他說你坐在那邊睡覺 坐在那邊做白日夢 都發明很多新的東西出來 結果你居然在那邊刻標開題 對國家有幫助嗎 沒有 所以他才會改革弄一個什麼標準草書出來 所以你看我覺得他是受到日本刺激 你看日本的那個 他們寫的那個假名速度又比我們快很多 那當然最明顯的例子 你也可以講說你看對岸史詩簡體之以後 他們時間省了很多 就是中國變強了 當然不一定 這是很直觀的說法 可是不見得是這樣 所以這個很有趣就是 這一些偉大的政治家 文人失憶之後都轉到書法裡面 那另外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 你們可以想一下為什麼佛門不進書法 就是佛教裡面很多東西會上癮的 會成癮的還會進 比如說吃各式各樣的東西 就唯一就是書法不進大家都在寫字 所以這很有趣就是書法會上癮嗎 會 但是書法真的上癮到一個地步之後 他又有另外一個經濟不一樣的經濟 而且書法的上癮對你會有壞注嗎 不會 所有東西上癮都會有壞注 唯一書法不會有 所以佛門中不進書法 這在裡面可以探討一下 沒有人做過這個研究 只是我自己一直在懷疑為什麼佛教不進書法 因為很有趣啊 毛筆是用什麼做的 動物的毛做的 那吃樹難道那個書法的底毛有樹的嗎 沒有啊 所以這個可能沒有人提出來過 你可以想像一下 所以他說自出心意跟無法 那你們有看到書法做女人哪些無法嗎 很多人就只會提到說 因為他不喜歡玄瓦 他喜歡靠在桌上寫 那這是因為北宋突然出現桌子 普及了 那很有趣喔 北宋以前的人並不清楚桌子 是什麼 就是根本沒有桌子 因為他們就像日本這樣坐在那個榻榻米上面 然後拿在手上寫 但是北宋突然出現桌子 所以在南宋珠熙跟一些人在討論 最有趣的是在那個孔廟裡面的那些責任 到底是要坐著還是要站著 因為南宋都把那些孔子他們那些人 坐成塑像都站著 但是祭拜的東西都放在比較低的地方 那後來他們就說 難道你要那些聖人都趴在地上像狗 這樣子吃那些雞皮嗎 以前他們其實是坐著 然後後來不知道為什麼 到了宋代變成站起來 結果那些塑像變站起來 所以他們因為搞不清楚原來沒有桌子 所以變得很複雜 那蘇東坡他不喜歡悬完 因為他有桌子了嘛 他方便他幹嘛悬完 就靠在桌上寫 所以他的字就會出現斜斜的狀況 那目前一般在講就說 反正他的字就是比較偏斜 好像這樣 那給各位看一個 剛剛講的那兩句話你們要稍微有印象 心意跟無法 這個字有沒有無法 這個字簡直是無法無天 不是無法而已 你們看正常的圖 給你們看標牌題最標準 除了一開始好像有一點規矩以外 接下來這一塊就已經開始不規矩了 這也不規矩 這邊又正常一點 這個話怎麼跑出來也搞不清楚 所以你想想看 他這個東西都是不正常的 你知道在書法在創作的人 看到這個口字會多興奮 因為蘇東坡居然可以寫這樣子 那我當然再怎麼亂寫都沒事 他是蘇東坡耶 人家問說你怎麼這樣苦亂寫 他說蘇東坡就這樣子寫他 所以其實蘇東坡的舉動鼓舞了誰 他最親近的幾個人 黃庭堅米福 他還勸米福說不要再淋鐵了 你都已經淋了一輩子了 寫一點自己的東西吧 給自己的東西 黃庭堅也是一樣 如果沒有蘇東坡不會有黃庭堅 你放心好了 大概每個人寫的都會跟蔡香一樣 我們現在展場在展蔡香 大家可以去看就是比較規矩 不過蔡香有他的死在死命 不一樣 蔡香的死命就像我們前一段的那個 文化復興那一輩的死命 他們的目的不再創新 再保存那個文化 那蘇東坡的死命就在創新 而且老天也給他創新的條件 所以他寫出這樣子的字幕 天底下找不出第二個這樣子的字 光是這個文化就已經沒有人這樣子寫了 非常的少 非常的罕見 那這個非常的金釋駭數 我說而且你看這個字 這個字的力量非常的大 就是你幾乎可以感受到蘇東坡心裡面的那個 苦的那個力量之強 不是一般的苦 像這個苦 這個怎麼苦的 這個一點都不苦 這個就非常苦 所以說全天下最苦的苦 他就這麼苦 他光是這個苦就已經 讓他在蘇法史上立於不敗之地了 最近沒有人寫得過他了 你看這個寒 這個寒很正常 其實很正常也不太正常 他們這個時候的人的用比其實相當厲害 就是蘇東坡不是因為他的名聲大 我們來覺得他蘇法寫得好 是他真的寫得好 如果你仔細去分析他的用比跟他的筆法 因為歷代這些評論家 不管北宋南宋 我覺得明清大家都會寫字 一看就是所謂筆法的東西 所以你看這幾個旗筆 角度全部都不一樣 他們說米符八面出風 蘇東坡也一樣 蘇東坡也一樣 蘇東坡搞不好不止八面更多面 你看這個寒字 這個寒到這個寒 你知道那個變化的幅度有多大嗎 這個寒看起來正常 這個寒已經相當不正常了 他可以把裡面 而且蘇東坡最厲害的是 他對那個空間的掌控 也是異於常的 一般人的書法 比如說我們知道像王寵的字就是讀位的書 王獨的字就是寫得很緊 大概每一個人大概只會有一種空間感 蘇東坡是沒有限制的 你看這個是比較均勻的 到這邊瞬間變成什麼 你們如果要知道什麼叫做 蘇可走馬密不通風 這個就是標準 這就是密不通風 連風都吹不過去 連一根針的距離他都沒有留給你 可是他有影響到你的月子嗎 沒有 完全沒有 你還是很清楚知道他是寒 很寒的一個字 然後你看他這兩點 克力點的量很低 這個都不是無意間寫出來 因為他能寫這樣子 如果今天是文真明 第二個喊 大概還是寫這樣子 第三個還是這樣子 所以我就開玩笑說 你看那個書法展 你看第一張 你就可以預測最後一張長什麼樣子 所以你再看第一張就可以找到 蘇東坡你看第一個字喔 你完全不會知道他最後一個字會長什麼樣子 你即使到看完你都還搞不清楚他到底在做什麼 這就是最好的書法家做的事情 他的每一筆 他這一筆點下去的時候 他後面的這些全部都根據這一筆的動作 他如果再點過來一點 他這個喊就變形了就不一樣了 那這一點點下去的位置會根據他上下左右 來確定他到底要點在哪裡 所以他後面的幾乎每一步都是在修正他的前一步 所以他那個整個過程是活的 而不是死的 不是說他背好 所以胸有成竹其實是比較差一級的創作方式 胸無成竹 你看那個正板腳他在講胸無成竹 胸有成竹就是你把他背下來了 所以每一個字都會長得一樣 文正明就比較接近胸有成竹 但是他其實也有些東西有變化 蘇東坡這個是你完全沒辦法預測的 你看這個韓字很有趣 這個韓字像什麼 這應該很多人就看過 杭州的飛來風 你看這個字其實已經達到了一個 就是說一般我們來講我們的字 寫起來是比較穩定的 你看這個剛剛那個韓兩個韓字 這個韓就很穩定 這就很穩定 就是我們一般人一輩子練書法 就要練到這個境界 那這個境界不是練出來的 這個境界沒辦法練 這要有天分 他達到一種動態的平衡 就是他那個字有搖搖欲墜的感覺 他寫出也要欲墜的感覺 其實蘇東坡還是也沒有不只要欲墜 他裡面有非常多非常多的審美 他把書法提升到另外一個很高的審美 就是超越了一般文字能夠達到的審美 那他也提到今天是蘇東坡專輯 就是我最崇拜的一個書法家 就是蘇東坡真的是很厲害 就是 他說書必有什麼神器活動學 但是神器我在文章中就比較少談論這些事情 因為比較難談 比較空虛一點 活動學就很具體喔 因為蘇法史就是太多這一種 可能蘇東坡真的有看到神器 可是以我們的智慧的人還沒看到 可能有一天有機會看到 那骨肉血就很清楚了 具體剛剛有提到的余佑任先生 肉一定大家都看到了 肉感就是肉很簡單 那骨就是骨感嘛 我們想像我們講說這骨感沒你 這肉感沒你 血在哪裡 血就是讓他變活的一個地方 就是余佑任強調說每一個字都要像健康活潑的人一樣 而不是生病的人 有些人的字看起來真的有生病的感覺 那那個字就是 就是等於是他的 就是他的審美就比較沒那麼高階 像余佑任的每一個字型都很健康 強壯 他也不只健康 他認為血這樣子的衛碑可以救國 有沒有 如果我們有看那個 可以叫什麼金武門那個什麼 金武門那個電影 他不是說我們是東亞病夫 他覺得我們會迷弱不正 是連血字都迷弱不正 就是因為清代管合體寫得太弱了 所以他們就一批人就開始強調寫衛背 他說你先把這個字寫得強壯起來的國家才有機會 所以他們提倡這個東西 那後來為什麼他突然轉成標準草書 這很有趣 他認為標準草書救國的速度更快 因為可以節省時間 可是這個太慢了 這個你還要從內而外去影響太慢了 所以他這血 他把血的東西也都整個放出來 其實血就是這裡面的書法的那個 等於是就是墨汁在裡面流動的那個感覺 你可以看到那個血液流動的感覺 就是血 血液這個也很特別 就是那個流動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的書法寫出來是沒有流動感的 就會差一點 差一點 他等於就會奄奄一息 沒有那個生氣 所以活潑這兩個字在看書法也很重要 那活潑當然是很重要 那是道家秀堂裡面很重要的一個經濟 活潑 就是你在靜坐的時候知道活潑 就是鼓起 鼓起就會越做越慘 所以活潑這兩個字是蠻重要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書法到底 書法有變嗎 有變過嗎 這應該大家都很熟喔 上田上舊的愛 看起來像寫品 三個品牌 他表達出愛的那種感覺 這有變嗎 我們覺得這是傳統書法的現代書法 其實上田上舊也能夠寫 他的簽名就知道 其實他們都能寫很標準的 很厲害的那個傳統的古典的那一路的書法 這個更容易 首島又欽的崩壞 這個在法國展過 法國人說他看得懂就是崩壞 只能看畫面就崩壞了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變 一樣啦 余佑頓的字 這個錢字跟他的愛 千不管內容寫什麼 你光是以強度跟兩個活潑的樣子來比 其實余佑頓這個錢字並不會輸得他 比如說他寫傳統的其實 並不會比所謂的現代的來的不現代 以前那個我記得那個誰那個 那個很有名的那個代主播就講說 他說把余佑頓的字放在現代書法展裡面 一點也不會顯得無辣 反而很融合 就是跟那個現代的展覽非常融合 所以余佑頓當然他沒有人會說他是現代書法 其實就是寫很傳統的東西 像這麼傳統的 不過他其實滿現代的 已經很特別的書法 就像剛剛我們講的那個蘇東波那個苦 其實是寫的很現代 他其實有那個現代的金屬 那種綴麗的那種感覺 甚至有工業風 那個字有工業風 我說怎麼可能一千年前的工業風 穿越吧 然後有機會要穿越到現代來看到 紐約的工業風 看一下這個字 夠不夠現代 很現代 余佑頓寫的 你看他這個滅字跟他的崩壞 他把他的崩壞滅掉了 他完全就是用很濃默的方式去寫 並不會輸的 完全不會 只是因為他可能廣告的比較多 大家都比較熟悉 他喜歡取他當例子 可是如果你舊線條來講 舊空間來講 他其實並沒有勝過他 這個魯 這個魯也很神奇 這剛剛那是滿江洪魯的字 他這個字可以寫成這樣子 夠不夠活潑 很活潑了 所以傳統的東西不用擔心 你繼續寫 他其實已經幫你預料了什麼國路了 我在那個後紀有講 他其實前面的兩篇文章都有講到 他其實已經幫你設想好 非常發展了 所以你擔心書法會不會走下去呢 就是庸人制 不需要擔心 他會繼續走下去 他不會斷掉 他不會停掉 書法變了嘛 當然變了 這是韓詩帖裡面的三個行 你叫蘇東坡再選一百個行 也不會一樣 不可能一樣 為什麼會一樣 你們就看這三個橫畫就好了 起筆的方向跟角度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你看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 第二個 第二個 第三個 你們都學過排列組合嗎 你們要學生在 三 三乘三乘三 就是假設他第一個有幾種變化 假設有三種 四種 五種 然後這個也有 跟大樂豆一樣 你的號碼有幾種變化 所以他可以 他光是這三個人畫就有源源不絕的變化 再加上三個點 你們看三個點有一樣嗎 還是不一樣嗎 這個都不一樣 所以他有幾個筆畫 然後他就會出現幾種變化 所以他永遠不會缺乏變化 他不會說他沒辦法變 怎麼會沒辦法變 太容易變了 這三個函 你如果你細細的去體會 三個函的感覺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那當然他是用在那個上下文的時候 他不同的脈絡裡面 會用不同的函字來寫 這對書法家來講是基本的 這個其實你就要去看我剛剛講的第一流 第二流 第三流的書法 這些 尤其是在第一流的書法裡面 書法家裡面 這些對他們來講是最基本的 這種變化是最基本的 那當然如果你看到一個書法家沒有 比如說他寫一件凱書作品 他沒有三種變化 不然就知道他屬於第幾流的 就是比較沒有變化 不然說他屬於第幾流 那這個燒字 很多人都說 我去吃那個什麼 什麼有一種有一家店 叫什麼燒的 不是用這個字 常常看到結果你們都不知道 原來蘇東波也吃燒肉 沒有 他沒有吃燒肉 這個燒字也很不尋常 不尋常到幾點 還是你們覺得他很正常 一點都不正常這個燒 這是標牌題 該撇 他把他寫成圓的 撇 他把他寫成那 這個要長一點 他把他寫成短一點 那整個字也圓的 他這是圓的 在書法裡面圓的自大延真清最多 那蘇東波也有一些 但是沒有這麼能寫 一樣他這裡面的那個書密片 我還做得很厲害 你看這個密神這樣子 然後蘇狼的地方還是很蘇 真的就是所謂的蘇殼走馬蜜不同風 就蘇狼的地方好像一匹馬 可以在那邊穿越 然後蜜的地方連風都吹不過去 這個就是在布局裡面 通常這個會用在鑽科裡面比較多 或是歷書 可是事實上楷書裡面滿早的祖先 在比較早的作品裡面都有 那同一個書法將能夠在裡面 玩這麼多蘇蜜的 蘇東波最明顯的 他最明顯的 你們看 這個字現不現代?很現代 這叫玩文字 你看年輕人你知道什麼叫玩文字 就是會出現在漫畫裡面的很多文字 所以現代的小孩看到這個一定覺得很開心 這個好像我這個時代寫的字 想一下他是一千年前的蘇東波耶 一千年 有人問我說一千年有多久? 媽祖就一千年 媽祖有多久?很久 你去拜媽祖的時候派人來很久 一千年前 這神 蘇東波也是一千年喔 所以他有沒有現代? 當然現代啊非常的現代喔 這個字一點都不傳統 到迄今為止還沒有人寫火這個地方 這一筆畫用這樣子寫的 完全沒有 你再去看歷代學蘇東波的有沒有人這樣子寫 沒有 一個都沒有 沒有的原因是什麼? 他根本沒看到 連看都沒看到不要說學 如果他沒看到這個他怎麼學? 看到你還有機會學 沒看到你就沒機會學 所以搞不好連這個燒字他都不知道他有什麼特殊的 所以很多人會說 蘇東有時候有些朋友 不是我喜歡取笑他嗎? 老公他說韓思帝站出來了 韓思帝也沒什麼好看 那也沒什麼創新 我想說你有看過他裡面真正創新的地方嗎? 就是很多人都以為他們在創新 我以前經過一個很有名的那個名嘴講說 他有幾個朋友在拍電影 他說你最近在幹嘛? 他說你現在拍一種什麼新的手法 結果他說那什麼手法? 他講完之後他跟他說 你這個是什麼1960幾年就有某一個導引用過 他說你以為你們在創新 其實因為你們的 你們搞不清楚狀況 所以其實你們是在復古 所以現在很多創新我看還是在復古 結果一看這歷代誰就做過了 根本就沒有創新啊 但他們以為他們在創新 這滿恐怖的 你以為你在創新結果你在復古 所以很有趣啊 你看 蘇東坡可以從這麼傳統 蘇東坡可以寫的一首非常傳統 非常標準的惡王的書法作品 我們復古也有兩件 兩件作品是要照明的 就是還沒有被什麼舞台詩啊 還沒有被扁到王舟之前 還可以寫得非常漂亮 那那個字很有趣 因為大家都習慣像這樣子的字 這樣子的字反而有人會懷疑 所以那些早期那些寫得比較漂亮 甚至被懷疑是假的 因為其實一個書法家的那個 變化的幅度滿大的 從年輕到老的變化幅度滿大的 像游欣申龍他的心境變了 因為他被扁到王舟 非常的慘 就出現這樣子的字 這個字是什麼字 這個字還有取媚觀者的眼睛的意圖 對不對 他留下很多漂亮的東西 很漂亮的 就讓你覺得這個字是美的 這個有沒有 沒有啦 所以他說我書依照本無法 他到其實他在王舟的時候 已經不取悅別人的眼睛 所以他這時候在寫什麼 寫自我 完全寫他自己 講白話就是他寫爽的 他寫下來他自己爽為主 你看得爽不爽是你家的事 所以他的字為什麼會有一種灑脫感 就是因為他抓住這一點 所以為什麼所有的文人只要一失憶 一看到蘇東坡就覺得哇 西京有七七年 這個簡直就是跟我同類的 寫他的字寫起來會很過癮 不過不好寫啊 因為他的技巧還是非常的多 在裡面 那我書裡面有一段提到這個 書法會不會結束 會不會變老 答案不會 OK的答案就是會繼續以佛教講的 勇猛精進的態度前進 因為他已經設定好了 他其實如果你看那些書法理論 他已經設定好了 就像就看那個之前 上一次我有講說 吳冠宗講他說看石濤的話語 他說他比賽上早幾百年 就在做現代藝術 你來看書法理論 他比賽上早好幾千年 就在做現代藝術 或不是幾百年 就是書法理論其實很多都很現代 因為為什麼 因為書法是一個什麼藝術 非具象藝術 他不是具象 那你要怎麼討論非具象的東西 你就不能夠用傳統的 比如說畫這個像人 樹像素 沒辦法 他不是具象 他什麼都不是 所以你要討論他的時候 就要跟人的心連結在一起 那這個其實就是現代藝術他們講的 表現那個畫家的個性 或者是表現這個社會的議題 等等這些東西 那事實上他們都在做 他有沒有表現當時的社會議題 有喔 他被扁到黃州 當時的文治瑜 要表現出來 還是有喔 還是有 所以這裡面就提到一個很有趣 就說 趙孟甫是最沒有創意的人 這是趙孟甫的字 可是趙孟甫最沒有創意的人 很多人罵他 趙孟甫的字沒有個性 可是你們知道電腦有一種體 叫什麼體 造體 那最沒有個性怎麼會有造體 所以這一些人就是矛盾 就是你在講那個 講這些 就是說很多在做研究的人 他們最喜歡犯的一個最大的問題 如果你有有志於做學問 一定要切記這個問題 就是說自我解構 就是你文章開這些 寫到最後你自己打你自己 所以我文章還沒看完 就知道你是亂寫的 如果說趙孟甫最沒有個性 怎麼會有一種體叫造體 答案是不可能的 所以趙孟甫怎樣 非常有個性 非常有個性 只是他那個個性跟蘇東霍的個性 不一樣而已 這個就讓我想到以前 我們曾經請過一個食品專家 到故宮來演講 他說他建議大家 就是優酪乳 喝優酪乳的時候要住 因為加了很多糖 那我同事問他 那原味優酪乳呢 他說原味是一種香味叫原味 並不是他這也叫原味 所以你喝原味還是喝到那些東西 一樣喔 所以他還是有個性 只是他的個性叫趙孟甫的個性 不是沒有個性喔 你們看一下這兩個字喔 這兩個字正常嗎 不正常 一點都不正常 水漿正常嗎 你一看就知道了嗎 這邊就不正常了嗎 若正常嗎 頭這麼大也不正常嗎 只是因為我們沒有仔細看 所以你誤以為正常 你看他漂亮他就很正常沒有 搞不好他就是不正常 事實就是不正常 他怎麼來的 再看一張我們就知道他怎麼來的 他其實這個時候 這個是很重要的喔 這契合現代的量子力學 一切真的是微信造 異事造成的喔 所有東西都是異事造成的喔 他這個水這麼長 其實是要讓你喚起那個水 往下沖的那個效果 如果這個頭要這麼大 是要讓你想到他那個水沖下去的時候 噴溅出來的那個範圍 所以他的水落才會寫成這樣子 不然的話其實可以再縮小寫成正常版的 因為他這時候在寫刺必負 所以他腦中一定有那個水落的那個意象在他腦中 那腦中就會影響到你創作的時候 去做的那些視覺上的東西 無形中的影響就會出現在這裡面 都有喔 很多喔 不是沒有 只是你可能不是那麼 就是說你可能沒有發現這件事情而已 那這是上一次上一場留下來的編號 現不現代 很現代 他說這我最近才聽到一個更有趣的 就是找人家找幾個設計系的學生做的一些文創的東西 然後給他們幾個印章 他們居然誤以為那是歐洲 他說某一個古老的文化留下來的字 他的字幕出來是鑽字 他說這個應該不是中國的吧 這應該是歐洲的 那真的是中國的嗎 這是形喔 刑法的形喔 槐樹寫的刑法的形 他這個字大有學問喔 其實光是這個字就可以確定 他就是唐代人寫的 後代人沒有寫出這樣子的字 寫不出來 那個秩序點裡面的形狀 你們看喔 槐樹是什麼 是和尚 這一尊你們有空要去看一下 全世界最美的 在故宮的那個凱洞堂裡面 一樓走進去右轉 北魏太惡圓圓圓 完美的金銅佛 號稱史上完美的金銅佛 他後面有那個佛無出身的那個圖示 然後這些火焰都是很完美 為什麼跟你們看這個 因為槐樹是和尚 他最常接觸到就是這些和尚 不可思議的地方哪有 我們注意看這邊邊的火焰 有沒有想到跟那個字有什麼關係的嗎 這個是比較早的北魏的 我們再看喔 這個這樣子的形狀 就是你要管它是什麼字 它是什麼形狀 這個就是它符合它當時看到的視覺的文化 它的線條的弧度會怎麼拉 就會怎麼拉 因為這就是它覺得是美的 就是看到這個東西 有沒有看這是西安博物館廠有沒有 鐵的佛像 也是這些火焰 這個火焰繼續往下看 有沒有看 把它倒過來 跟這個角度 就是說它會把字設計成那個樣子 因為它看過某一些東西是一樣的 這個就是唐代的視覺文化 他們在不同的藝術上面出現同樣的 類似的 類似弧度的線條跟審美 像這樣子的卷的這個形狀 所以搞了半天我們在講造型藝術 裝飾藝術 不是 是形 形法的形 形法的形 所以它已經把那個字的那個意思去掉了 就是你可以單純欣賞書法的一個弧度 所以以前我參加過研討一個有趣 就是他們在爭論 這個字的內容到底這麼重要 書法的內容到底這麼重要 他說去逐的內容能不能欣賞 答案是可以 因為它其實已經純粹到 只剩線條跟空間 即使你不認得它是形 你能不能欣賞它 可以 完全可以 你不知道它是形法的形 那你知道它是形法的形有幫助你欣賞嗎 好像也沒有 所以書法跟文字基本上是可以分開的 分開已經先進到可以分開 原來是一起的 但它可以分開也可以一起 都不違背 當你想要把它分開就把它分開 繼續看 還有唐代的捲草上面的舞鳳 這頭 所以其實它畫出來是一隻鳳鳥的形狀 這是鎮昌苑的 鎮昌苑應該很多人去朝聖過 聽說都是看人頭的 全部都是看到後腦勺 什麼都沒看到 也太多人了 這是唐代鳳凰的經理思編 你看像不像 非常的像 這個就很有趣就是 所有在研究視覺文化的 都集中在繪畫上 集中在陶瓷上 各式各樣的器材上 從來沒有人去看書法 可是你們知道書法是跟一個人 跟人最有關係的 因為文人從早上起床就開始用毛筆 使用到入睡可能都還在用 所以他那個毛筆基本上都是濕的 就是從早寫到晚 所以當這個文人腦袋裡面發生變化的時候 第一件發生變化絕對是他的書法 絕對不會是其他東西 因為他等於就是他很重要的一個文化的表現 這個當然就是提到說 這個勇猛精進 為什麼紅衣的字後來會變成這樣子 你看他會從這樣子的界定位到勇猛精進 然後來寫成這樣子 就是因為那套書法的規則 就是那套品評的規則 會讓他慢慢慢慢逐漸寫成這個樣子 所以你不用擔心 當你還在寫界定位的時候 你有一天就會寫成這樣子 不用緊張 不用刻意去寫成這樣子 他自然就會變成這樣子 刻意就不好了 蘇東坡史前那個劉樂和尚 我們叫他趕快念那個什麼 要往生喜放的 他不是講了四個字 著力即差 就這個時候你再去用力就不好了 不用刻意 所以不用刻意 他都幫你設定好了 所以這本書 他其實就是打開這扇門的鑰匙 不管是創作還是建設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剛剛前面有提到的 這幾個東西 請你們在看書法的時候一定要看到 當你漏掉一個人說 節字沒看到 那就表示這個部分你就沒辦法欣賞 都看到了還不一定會欣賞 還是基本的 所以都看了之後你就會從左邊 從左邊到右邊 原來是我跟湘默進來看這個那套 就是我不是進來看這個那套 是來看等到的 你就有機會看懂了 可是還是要練習 還是要練習 那接下來我們在講線條 線條其實還是很重要的 就是剛剛那些東西大部分都是在講的 就是書法的線條 還是它的根本 我們看這個線條 這個是德喔 知識者裡面有德 懷素寫成這樣子絕對是故意的 因為如果你們去找德的草書 你們現在就可以Google德的草書 不是這樣子的 他把它寫著一顆像球一樣 就是跟這個都是一樣 你看這個人的肚子有沒有 這就是唐峰喔 就喜歡這樣子的視覺文化 所以他表現出來就是這一路的東西 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為什麼知識者也只能是懷素寫的 當然品質是一個 第二個他出現的視覺文化就是唐代的 這沒有什麼好講 其他書法作品都沒有出現唐代的視覺文化 這麼陰險 就懷素特別明顯 是因為陸宇有講過 他喜歡把自然界非自然界的東西 納到書法裡面 這是陸宇親口講 因為懷素是他老朋友 那是書法 可是我的計畫就是書法這麼美 現在粉絲書法這麼醜 書法這麼醜更有意思喔 很有意思喔 看一下書法到底有多醜 那在講美醜之前你們先介意一下 請問哪一個美哪一個醜 有人說這個好美 有人說這個好美 所以請把你腦中的美跟醜 稍微再重新定義一下 什麼叫美什麼叫醜 所以 來借一下 偷借一下心經的字喔 空即是射 射即是空 美即是醜 醜即是美 兩個是一樣的東西喔 一樣的東西 只是你給他的名稱不一樣 所以這塊豬肉 欸 你們經過菜市場的時候 會圍觀一塊豬肉 但是一堆人會在故宮圍觀這塊豬肉 說今天豬肉不在家 今天去嘉義了 他跟白菜兩個要輪流巡迴 不能夠常住在一個地方 會抗議 所以他們都會有算時間不在家 所以你們要找他的時候 要問一下他到底在不在家 現在都最近剛回來 對不對 白菜回來 白菜回來 白菜沒有 太複雜了 搞不清楚他們的行程 白菜回來了 昨天還有啦 他們兩個很忙 非常的忙 就是要到處跑 不行不行 他這個是各地的那個要求 再叫文化平權 但是我們現在國家政策文化平權 來 再給你們看一個 到底美還是醜 這個唐字 這個唐字也是韓詩帖裡面 非常神奇的一個字 神奇到不得了 美還是醜 覺得是醜嗎 看一下這個唐字標準的標凱底的糖 超怪的 這邊拉這麼長 那這個頭怎麼會開花開成這樣子 結果其實是很美喔 他在寫海棠花 看到海棠花開了沒有 開了 所以其實他是有用心的 他不是沒有用心 他不是亂寫的 是因為你沒有看懂 所以他裡面其實 隱含了非常多的東西在裡面 因為他這個就是這寫海棠花的糖 所以他就 他能夠做的他都把它做出來 這個血醜還是美 醜啊 醜其實美美只是醜 有沒有很像 字能夠寫到有表情 其實是不容易的一件事 大部分的字都是沒有表情的 因為他就是一個代表符號而已 可是他是可以有的 很多書法家致力於此 最近幾個很紅的書法家 就是在排場上或是收藏件 像一品獸啊 那個陳龍獸這些人的字 都是有表情的 就是他們會致力於發展這個 但其實國代也滿多的 不是只有書凍波 米福的也有 都有 黃庭堅的也有 還有更多 各式各樣的表情 有驚恐的 有開心的什麼都有 那這個乳 剛剛看到這個 這個乳也很神奇喔 這正跳舞的乳 就是他有非常多有旋律喔 但是我們可以把字寫成這樣子 寫到已經到出神入化的底部了 所以其實醜字是比較難欣賞的 但是醜字的境界更高 會比美字更高 因為美字符合我們的欣賞的觀點 那當然到繪畫了 繪畫怎麼這麼美喔 書畫是同圓的喔 剛剛那12張的原則你會 基本上就會看畫了 那當然中間還是有一些過程 如果你看畫之後 沒有用到剛剛那些喔 那我不知道你看的是什麼東西喔 就是看表象 就看這張畫的表象什麼呢 語氣啊 結構啊 前面前景 中景 後景啊 這個不用看 不用念的你也知道是什麼嗎 要看什麼 線條 他的松針 他的松針好在哪裡 用筆還是用筆 再讓我們看一見就知道他好在哪裡 松針之難化就是因為他要硬不硬要軟不軟 他必須要一定的弧度 如果他沒有弧度會變成什麼 鋼針喔 就變鐵針喔 所以很多人的松針喔 如果你仔細看喔 會畫成這樣子 尤其在明代初年的宮廷畫家 幾乎都畫成這樣子 所以他們的等級就差 波西差一大級 那波西當然他那個 尤其是這個弧度的掌握是最難的喔 這個你弧度太大變成長 被小長就軟掉了 弧度太直就變成針 要剛剛好才會變松針 所以他是要去觀察的 所以你去看整個那個 早春圖的這個松針其實畫得非常好 光是那些松針就已經 所有後面的人所謂李郭畫拍 根本沒有人急得上郭西的松針 趙孟甫的還可以 還可以跟他看而已 趙孟甫的用筆的筆法非常好 其他人大概是沒有辦法 所以郭西之所以厲害還是在他的筆法厲害 還是在他的用筆厲害 當然整體的那些氣氛的掌握也是蠻重要的 只是這個用筆還是最根本 所以如果你拿同樣的標準去檢查 半寬、郭西、李棠 甚至那些傳世的名畫 你會發現那12張通通都可以用 一樣可以用 一樣是中鋒、偏� 提案、頓挫、轉折 全部是一樣的東西 沒有一個不例外 就像上一場講那個翻寬兩個字 全部可以在他的葉子裡面找到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畫畫的筆法就是寫字的筆法 為什麼? 因為畫畫用毛筆 他不是用其他工具 如果今天畫畫是用水彩筆 或者是用那個油畫的那種畫刀 他可能就跟書法沒有關係 可是他用毛筆 那最早有出現筆法當然就是書法的筆法 所以當畫畫要把這個毛筆拿來畫畫的時候 自然用到的就是這個書法的筆法 而且這些畫家是文盲嗎 他不是啊 這些專業畫家都不是文盲 所以我們還有一個觀點就是 畫家本身都不是不識字的人 他們一定是文的 你說郭熙怎麼可能不識字 他在宮廷主務 他是在那個宋代的內服 所以他本身也是一個文的 只是他沒有去考科舉 不像書東部他們怎麼厲害 但是也都是比我們一般人更厲害的文的 所以他也能寫字不是不能寫的 所以一樣是要看這些線條 所以為什麼能夠說 繪畫這麼美的原因跟書法一樣 所以我們還是要回到最原始的 書畫同圓 那比較糟糕是因為現在分科的關係 比如說你做書法史就不看繪畫 做繪畫史就不看繪畫 就書畫分家 有點像現在這樣 零肉分離還是骨肉分離 但是不應該的 因為這兩個東西是一起的 不能分開看 分開看就會怎樣 像行屍走路一樣 這個很正常喔 很多人在看繪畫的時候 你問他上面的提拔是怎樣 跟你說他看不懂書法 他不知道提拔真的還假的 那你好 假設你在看復春山區 你不知道黃光望那就知道你真的還假 那你怎麼判斷知道的話是對的 那你只看復春山區的提拔 你不看畫也很奇怪 就提拔是對的話你不知道真的還假的 事實上提拔的線條跟畫的線條是一樣的 如果我們回到最根本就是一樣的 都是一樣的 完全沒有不一樣 所以當你看畫的時候看到的是滿滿的線條 說恭喜你 達到某一個境界 可能可以看得懂畫 如果你看畫的時候還是看到這個 還是看到這個 還是看到這一座山 看到這一座山 前這一座山 這一棵樹 那你還在表下 還在表面 那你離真正看洞 尤其是中國繪畫 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 非常長 你只能看表面的東西 大概就跟外國人看中國畫差不多而已 所以還是得要從這個根本的線條來處理 那就當然我們這本書就是開啟你如何去欣賞線條 最基本的那些觀念 最基本的而已 那當然這些東西也是我這幾年來自己的疑惑 然後慢慢慢慢在故宮的這個場地裡面獲得一些 獲得一些什麼叫做 就是獲得一些 不然啟發也好 反正就是得到一些答案 然後剛好這個典長有這個機會 讓我可以任意開心的寫這一些文章 完全不受任何學術的規範去寫 然後剛好集結成這個書 最好還出了這本書 所以就是跟大家分享 分享這個書的內容 好 那今天大家介紹到這邊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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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